近日郭晶晶现身东京水上运动中心 在接受采访时 他套路了自己的新工作 这一次他主要是给裁判打分 而并非此前传出的给运动员评分 此前媒体纷纷报道 郭晶晶付出工作是去当跳水比赛的裁判 很多人都误以为他是去给运动员打分 实际上郭晶晶的正式身份是 国际永连跳水技术委员会委员 主要是给裁判打分 评估裁判工作是否称职 是否职裁公平 虽然在运动员时代是跳水女王 但担任委员就是另一个维度的工作 郭晶晶表示要多听多学 还是有很多热情 想要继续参与其中 在谈到中国跳水队 郭晶晶也表示 整个队伍真的很不容易 奥运推迟了一年 他们跟着封闭训练 希望取得好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 与霍启刚结婚多年 郭晶晶如今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流利于他在国际永连的工作 近前郭晶晶以运动员的身份 参与了多届奥运会 时隔多年之后 郭晶晶以新的身份 重回跳水持叛 与观众们一起见证 中国跳水队的精彩表现